大家好,我是兰兰 我呢,因为最近呢,一直哈,就 这一个礼拜吧,去医院,然后就 没有去我妈那儿,可能将近有一个星期 不到一个星期啊,可是我跟我妈每天都视频 然后今天早上去,我妈告诉我一个消息 就是我爸,不是老网购吗 然后,我走的那天 给他充了200,然后呢,我走这几天呢 就有人上家,好像给他们送什么东西 然后他又让别人给他充了500,我妈说 他那钱又没了,也就是说不到一个礼拜吧 差不多一个礼拜吧,700块钱又没了 其实呢,从我爸退休金来说呢 就是一个月,比如说花个两三千块钱啊 就让他,就像有人说,自大老人买玩具了 逗自己的开心,而且我爸买的呢 也都有的,是很实用的,还不错 虽然这里面可能也有,比如说假的呀 或者被骗的,这都保不齐啊 我就想跟大家聊什么呢 老年人啊,比如说家里有老年人啊 作为子女啊,就一定要关注老年人 哎,尤其在钱方面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嘛 就特别的单纯 啊,然后就特别的认死理 然后又特别的固执 有的时候他被骗了,他都不敢跟子女说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要 多去陪伴他们啊 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自己可能就 突如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他挽回一些损失 买东西是一方面啊 还有呢,就是说网购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这个 旅行社,因为我最近呢 也就是收到很多在旅行社工作的这些导游的微信 就是到哪儿玩去 一日游,两日游 包括什么恩师啊,什么的 就是国内的各个线路的旅游都来了 而且我发现国内的旅游啊 就不管你跟着正经的旅行社去 还是说你是纯玩 他所谓的纯玩 就是我们到了那以后啊 都会有购物这个环节 如果比如说单纯的老人去 旁边没有子女拉着 你就甭说哈 人家不忽悠你 他自己看见他都止不住 你看我爸这个 谁忽悠他了 他自个上 他自个上赶着去 天天去买去 那你说这些老人 他离开家 离开亲人 到了外地 然后人家又多会说 人家专门干这个的 那那钱 卡上的钱哈 尤其老年人的卡 不能让他们带着呀 因为哈 就是以前嘛 我也经常出去旅游啊 就车上的老人也很多 我当时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是去的厦门 我真的是惊住了呀 这些老人是真有钱呀 就是他们真不禁忽悠 我记得有一对老人哈 就那次玩 可能也就七天 就花了十多万 就把他一张卡给刷没了 我们那车上的人 当时有的人就犯坏 就说哎 有他好 我们都不用花钱了 要不然导游跟我们过也不去 然后有的人说 他拆钱 我们的好几套房子呢 什么这 我觉得他回家以后 肯定会后悔 如果子女知道的话 肯定也不会哈 肯定也得挨埋怨 真的是十多万呀 什么破被子 破手势 破镯子 那一个的那个镯子 玉镯呀 什么腰带吧 那银的什么的 就好几万 其实真值那么多钱吗 这我爸 那天给我叨了呢 现在人家就是旅游的 我心说了 就您还旅游呢 首先他心脏是吧 做过那个支架 做过两次 他有心衰 他有这么大岁数 人肯定也不让他去 我说您别想了 人家 你这个岁数 人家就不要 谁想给您保证险呀 你想 他要是再年轻十岁 他一样 他跟现在一样 人说什么信什么 所以 还好他出不去 他也就在家里面 我这时不时的回去 老盯着他 我妈那也 旁边盯着他 有人拦着他 还好点 要不然 能给你骗的倾家当场 也说不好 所以哈 发这个视频哈 因为 我还得过去 还得过去 说他买的东西什么的 也不合适 买的衣服小什么的 那你也得退呀 是吧 你百八十块钱 他也是钱呀 所以老人哈 我们就多关注一些 你劝他根本没用 不听 根本不听 就那手表 我爸跟我保证多少回了 你看我都发视频 我说以视频为证啊 您可说了 再也不买了 就那后边又买了两块 一块银灰色的 倒不贵 几十块钱 还有一块 一百九十九 就是看上去 全是那黄色的 他感觉跟那纯金的似的 他就喜欢那个 你有什么办法 年轻的时候 也是我妈卡的 他太严了 就身上一点钱 都不给我吧 挣了钱全叫叫 我爸特别顾家 所以现在他花点钱 我也老劝我妈 花就花吧 行 这期就分享这么多 还是给大家提醒 我都快成那个 走在打假路上了 加入打假第一人的行列了 其实大家都应该这样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意识的话 就不给那些坏人钻空子的话 可能这个社会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和谐了 是吧 好了 就分享这么多 去我妈那了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